我叫丹丹,我有一个闺蜜叫子萱,人长得很漂亮 她是我上班时候认识的,她的脾气温柔,说话柔卤弱弱的 我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那种 就是那种得罪人都不知道的 虽然我比她大一岁,一般都说她让着我 我们两个人相处有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她长得漂亮,追求她的人也很多 当然她也是有男朋友的 但是就是因为她的性格很柔弱,她的男朋友又很强势 所以她男朋友经常跟她吵架 其实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导致到最后分手了,她心情不好那段时间 我经常陪着她,我们两个白天各忙各的 晚上我们一起出去玩,吃饭,唱K 由于她家不是本地人,晚上就在我家睡的 有一天闺蜜的朋友说,我没有男朋友 说要给我介绍对象,然而我也到了刚才朋友的年龄 我说好呀,说着朋友就约定好了时间 我带着闺蜜一起去赴约了 闺蜜的朋友介绍,她叫阿伟 在吃饭的时间,我观察这个男生也挺不错的 长得很帅,个子也就一米七八左右 身材微胖,看起来挺踏实的感觉 我们就交换了电话号码,以便以后联系 饭局结束后,我们两个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闺蜜既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阿伟发的 短信上写到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丹丹 你能成为我的女朋友吗 闺蜜回信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和丹丹玩这么好,不能因为你而毁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们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别的你就不要多想了 没过一会儿,我又收到阿伟的信息 她说道,在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脾气性格都挺不错的 我也挺喜欢你的,你在哪呢 我现在可以去找你吗 后来我把这个信息内容告诉子萱 子萱说,丹丹这个男人的话 你不能相信 她看起来像是个正经人似的 其实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我给你看条信息 看完后我闺蜜说道 这是我刚才收到她给我发的信息 本来准备告诉你的 可是我又怕你生气 如果她不联系你 我都没准备告诉你这个事情 不跟你说实话 我觉得太对不起你了 告诉你我又怕你多想 而毁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说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渣 不就是个男人吗 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 不能因为一个渣男 而毁了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